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去买铁丝 我朋友就想要这个菠萝做一道菜 本来他想做菠萝菠萝肉 但是我看下没有猪肉 咱们还有一块排骨 今天用菠萝跟着排骨做一个菠萝烧排骨 这道菜呢非常适合做年夜菜 我建议大家收藏起来 如果过年想做这道菜啊 发出来看一遍就可以了 做法挺简单的 酸酸甜甜甜 非常开玩 小朋友估计也特别喜欢吃 这个菠萝切滚刀块 剩下一块就可以了 现在调个味 放入鸡粉 吃山香 盐 生粉 另一个起锅上要放入葱姜蒜 放入酱油 白沙糖 白醋 白醋 鸡粉 白醋 白醋 鸡粉 白醋 菠萝下锅大概翻炒一分钟 放入排骨 出锅前呢 放入洋葱 炉萝在火中 door 再吃开了 洋葱 来吃饭 这个要吃热汁了 吃一份的时间呢 各非开闻 这道菜当年夜菜也非常棒 对,我们过年也做这种菜 太开胃了 一口肉,一口水果,一口饭 特别爽 我还爱吃这个 您能吃一碗饭就可以变成吃两碗饭 这道菜是开胃的客行 就是专制美食 我们过年百九十二都少不了这道菜 你们是咕噜肉之后 你看,老鼓的我的胃都来了 他对我吃不了 每次闻到胃很香的胃 因为酸酸甜甜的,毛不喜欢吃的 你要干嘛,你又不能吃了 你就闻一下 我们今天上午前找的菜,找不到怎么办呢 我跟你说,找不到也许是一些好事 过一个月,肯定很多那些老母鸡 就把那小鸡带下山了 会吗? 肯定会啊 我身边的那些朋友 就是前面那个邻居就是这样的 他那个鸡下来找不到 然后呢,过一个月的时候 好几个老母鸡 给了一根小鸡下来 真的吗? 这么生气啊? 对对对 那个老母鸡到时候带一根小鸡出来 好可爱啊,毕业毕业的 或者因为我跟你说 好几个,我到时候摆设了一个一群 好几个老母鸡